很多观光客到了美国都会去中国城品尝好吃的或者逛逛 而你对中国城印象如何呢 纽约的慈忌人每个月都会到中国城扫街 这一扫好多年了 问起他们 他们说做就对了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慈忌志工每个月打扫中国城街道 有社会各界响应 我觉得今天做得非常有效果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干净很多了 能够把唐人街弄干净的游客就来 不干净游客都不来 所以实施帮忙唐人街事 大家都很感谢 持续的善举其实市民了然于心 因为我是在附近上班 所以我会常常到这边走动 我印象中好像是每个月固定一定会来扫 我每一年见到他们做清洁都很高兴 很感动他们真心做中国城的医务工 随即一问究竟扫了几年 忘记的比记得的多 从头发黑黑扫到白白的 我不知道多久 反正也不会去记起来说到底扫多少年 说句实话 扫除烦恼 扫接对我来讲就是扫除烦恼 其他没有什么的 环保行动把握时机做 达拉斯慈亲慈少到布兰诺市的柳树西公园服务 最重要我们是想要培养孩子一个谦卑的心 不但是说爱自己爱别人也是要爱这个大地 这个地球 看似干净的公园年轻人蹲低姿势弯下腰会发现 许多垃圾在人们的有意无意当中处处隐藏 付出当中也领悟到 要积极带动人人 好好的把垃圾与资源放到对的地方 打热新闻之下美鞠躬 美国综合报道